準備好要去露營了嗎 耶 九九嗎 耶 嗨 九九 嗨 好了 上來吧 要去Camping了嗎 對 沒想到 真的沒想到 萬萬沒想到 來加拿大 還要來露營 好的 我現在已經在營地裡面 會有這個呢 就是 其實原本只是要去 尼加拉瀑布的 one day trip 結果 他們本來就有訂了 要來露營 剛好就在尼加拉瀑布旁邊 就整個就變成一個 綜合的行程 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叫做 KOA Camping 我現在要先把帳篷搭一搭 等一下再帶大家 逛一下這裡面 有什麼設施 好的 現在要來搭帳篷了 我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要在這裡 反正 我根本不愛露營 更別說是 真正要睡在帳篷裡面的 好緊張 來搭吧 我真的 我真的是要瘋掉了啊 這個 我們好像弄了快一個小時 剛剛那個支架還完全裝錯 現在還有別的東西要弄 加油 還有 反正我再花了一個半小時 再終於把帳篷搭好 但是這個ROA真的還蠻棒的耶 它有小木屋的區域 然後也有我剛才那個帳篷區 這就是它的小木屋區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還有分等級耶 因為我看到遠遠的好像也有舞台一樣的 我不知道 這個可能比較大 然後它還有一些小庭院跟BBQ 看起來很可愛 後面是 盥洗區 淋浴間長這樣 非常的tiny 但看起來還蠻乾淨的 還不錯的樣子 除了小木屋啊 或者是搭帳之外 美國就很多人都有這種 RV 就是露營車 超多人有的 那這種營地呢就會提供水啊 電啊 就可以接水接電 然後排廢水 然後很多人就會開得很遠這樣子 來這邊 還蠻酷的這個我喜歡 在台灣很少看到有人有這種車 有一些人是一體成型的 然後有一些人是 前面有一個車 然後後面會再拖著一個大拖車 哇像這個人就是一個休旅車 然後後面這個拖車超大的 不知道可以睡幾個人 有看到後面有多少小孩還有狗嗎 好忙碌 真的好忙碌 現在已經要準備烤肉了 躲在這個小地方 躲一下 好忙碌 - 醒醒了 - 給我一個hug - 好 快點 當然現在時間是8點多吧 剛剛應該是6點的時候 小朋友就醒了 然後現在 然後我又試圖要再睡一下 嗯...因為這邊就是一個很親子的地方 所以現在整個營區都是小朋友的苦生 好但是今天的重點是要去尼加拉瀑布 所以等一下就是看一下有什麼大事情 如果沒事的話就去瀑布 終於要去尼加拉瀑布了 然後我們會搭這個當地的一個巴士這個wego 巴士的地圖看得懂嗎? 是不是有點障礙? 嗯...反正他跟我說是往這邊啦 那等一下再問一下到底 是這邊沒錯 怎麼下車 這個wego bus呢只收現金 然後一個人單程是三塊嘛 大家要自己準備好 大人小孩跟這三塊 多退不補 欸?多付錢他也不會退你 可是你要給他exact 退你 好的 下公車了 這邊還蠻酷的 就是剛剛我在露營那邊 完全是荒郊野外 然後現在高樓大廈的鄰里 我們會先去重點行程 就是搭那個船游瀑布 然後現在要找一下入口 下車的這個站呢是Table Rock 但它其實有兩三個站都是大站 這些飯店 呃...有些就是晚上就可以直接看到煙火的 哦晚上有煙火啊? 對 很晚的啊 差不多八點多 哦...我會放你晚上可以這裡再來一次 是不用 我們剛才在想說 到底是尼加拉瀑布 還是尼加拉瓜瀑布 因為感覺小時候聽到的都是尼加拉瓜瀑布 不知道哪裡來的一兒傳兒 登! 嗚! 這個景色 後面這些都是那個瀑布弄起來的一些水汽耶 超煩的 哇! 哇!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哇! 好扯喔 這是啥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 在下 我們等一下會在下面 嗚! 嗚! 我決定要開廣角 有看到嗎? 超大的耶 而且我們在這麼遠都可以感受到那個水汽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搭下面這個船 哇! 很扯耶 真的很大 然後 那邊 對面不曉得是不是美國 是的 對面就是美國 然後也有不同的船 穿這個藍色羽衣的呢 就是美國 然後 這個紅色羽衣的也比較大 現在來到買船票的地方 那 它有人工售票也有自動販賣機 但是 更推薦大家 直接先在網路上買好 就可以減少那個 排隊的時間 那我們是已經先買好了 一個人是 三十幾塊吧 大概 呃 八百塊台幣左右 要準備去搭船了 興奮嗎? 好假 搭過幾次了 兩次 怪不得沒有什麼興奮的感覺 下來之後我以為會直接上船 結果沒有欸 就是後面還有休息區 可以讓你吃東西 喝東西 還蠻特別 我以為通常這種就是會希望大家 趕快登船 趕快離開 上去之前呢 會發雨衣 因為那個 水會 水花會蠻大的 所以一定要穿起來 船已開動了 但我們比較晚上來 我沒有站到一個很好的位置 可惡 那沒關係 反正後面就是 另外一個 瀑布卸下來的地方 好誇張的景色喔 真實在 要接近這個最高潮的地方了 好近喔 雨要降下來了 這個水 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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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嗚~~ 嗚~~ 這體驗真的太讚了 哇~~ Nah~~ 可能還 Fortress 我們沒弄到 阿 嗚~~ 礼物 啊~~ 我是覺得也差不多了喔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該走了 該走了 手機防水沒問題 想來一碗雞湯 謝謝 我只能說 很像在拍明天過後 很像被拍一些災難片 但很好玩 真的很讚 它雖然航程 10到20分鐘 很短 但是整個體驗是超級棒的 因為你能夠近距離看到這個 自然景色 我覺得 它叫什麼瀑布 尼加拉瀑布 沒有刮 其實它票價 我剛原本要說我覺得小貴 800多 但你這個六福村也不就是多少錢了嗎 可是六福村有很多設施啊 可是這個是一個 四人景觀 真的很推薦大家 如果有來東岸的話 都可以來走一走 不管 就算你不是去多很多 你在 紐約也可以 來那個什麼 水牛城 好 真的很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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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b Пр Heritage